跟著老師學習舞蹈動作 孩子們盡情展現活力 自小開始學習舞蹈的 謝淳安動作相當熟練 我學了八年 五年是芭蕾 然後三年的話是捷舞 十三歲的他身高一百四十四公分 和童年齡的孩子相比矮了一些 但是身體其他發展都非常靈活 不說其實很難發現 他出生時是極低體重的早產兒 因為安安很小 他們是雙手接著安安的頭伸出來的 我每次叫我這一段都很感激 謝淳安一出生 就被送進保溫箱插著鼻尾管 當時的他僅二十六週大 體重七百二十公克 根據早產兒基金會的統計 出生時體重不到一千公克的早產兒 只有一半的機會可以活到一歲 之後也容易因為器官發育不成熟 而出現各種的健康問題 早產他只是提早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他所有的器官不成熟 可是呢只要我們大家一起信心用心耐心的去照顧他們 其實他們也可以很順利的長大 所以我想大家就我們不要放棄他 給我們的所有的早產一個未來希望 在醫療團隊靠著細心和耐心 設法改變早到天使的命運 在小安安住院一百二十多天後 順利出院 安安在大家的關愛中健康成長 五歲後開始學習舞蹈 一舉手一頭足尖不僅活潑可愛 更充滿了自信 這一路走來安安媽媽心中充滿感激 從小小的安安 現在變成大大的安安 然後安安長大了 那也謝謝你 他不僅是醫病 也在醫心 然後就是守護大家的健康 也守護人間的愛 謝謝露露與他們 也謝謝實際醫院的每一個醫護人員 感恩醫療團隊一路走來的照護 讓安安能夠平安成長 期盼未來也有能力 去幫助社會上弱勢的人 祝긴你的家 祝你